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对此就好奇了 我国将上万条大鱼养在三峡里 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怎么样了呢 其实为了三峡舍电站中养的近万条大鱼 能够更好的繁衍生存 我国工程师在修建舍电站之时 就曾在下方留出一条鱼的道 这条鱼道不仅可以让鱼儿往下游进行繁衍 同时还能提高鱼类的繁衍效果 看到这里不得不佩服工程师们的智慧 不仅很好的建造出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 还解决了鱼类的生存环境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三峡舍电站中的大鱼生活得都非常的好 对此你们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